恭喜發財先啦,就關人家的事啦 不知道大家是年初二還是年初三啦 總之就是...應該還是放假啦 我猜... 就講三件事,很快地講 第一件事就是講... 沈大師啦 Day1我說他手未門的 早幾天我就不停開始強調 這個是緊張時刻,高峰時刻 很多大戶需要散貨的,真的需要走的啦 但是他們現在就苦無對策 那所以呢,什麼事無所不容其極 所有的打手也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那早兩天就衣糕那些出來啦 就他幕後真主也出來啦 即是幕後那個高人,所謂其實都是濕狗來的 就是那些財演類似的物體啦 那總之就是出來盡量散貨啦 推翻好樓市啦 加上 那另外呢 那當然我就說 你叫個小女生死啦 收皮啦 就是總之 根本那條小女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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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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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說... 那些內文就是說... 那些... 那些內文就是说... 那些內文就是... 那些... 那今年... 那... 那... 那年中過後呢... 就開始旺的了... 那... 那旺什麼呢? 就大理於電子、電訊、零售、貿易出口 即是最黑洞、最深的洞不叫你踩 即是最需要人接貨的,他就銷售給你 完全不需要說其他東西 接著他再說就是樓市下半年 都會唱黃昏,會有交頭、小陽春、承接力 當然有些白癡都會辯護 他都是這樣說,還有一些圓轉空間 他可以兜的 當然他做得老千,甚麼都好 他都是一個聰明人 他說話當然要他180度轉身 他都不能太噁心的 他都可以轉 都要華麗轉身 都要慢慢給他一點圓轉空間 但是我想聽到我這個頻道 都是聰明人 你都看到他是咬腰的了 這一下肯定是咬腰的了 肯定就是已經是唱黃 總之要拉進去 當然他說可能之後再跌 你就是要明白 不要那麼白癡 總之就是他現在在轉身 咬腰的了,看到的了 亦都是因為,叫做士吉馬行田 就是一定要他們出來散貨 所以繼續 已經是完全掌握著他們的心態 動靜 第二件事就是想說大陸 大陸就是撇了一些壞帳 在非洲客物龍撇了一億壞帳 他總共是三十億左右的 借了麥克風龍 之後他就不想說了 當然 不聲不聲這樣 因為現在國內的情緒 都是開始來的 雖然他這樣封殺所有言論 但是也有很多明眼人會知道 喂,你老母大陸現在水深火熱 窮人那麼多 為什麼你到處拿錢去給別人呢? 美其明當然還有些死蠢 有些蠢到白癡的 完全弱視的人還會相信 他們當然是在搞什麼 什麼大戰略 什麼洪霸歐洲 洪霸非洲 那些傻子 又是 那些傻子 這麼弱視的 總之 不是我一直這樣說 最簡單的 純粹是 即是等於你老公跟你說 喂,你老母的朋友 不知道在哪裏 非洲 還是在菲律賓 還是在柬埔寨 但是 有當 種芒果樹 很難賺錢的 是吧 然後拿了家當 去掉了投資 兩年之後 回來跟你說 老婆,對不起 失了 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其實去掉了滾 去包兒拉 即是那類的手段 根本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就是 那當然 謊話 你說得夠大 大陸人 就是厲害在這裏 膽夠大 是吧 不怕幾大的謊話 他夠膽講 那因為 真的 其實我是 其實我自己 呃 一三年之前 對 1970年 十年時間 我基本上是 中國大好友 我不但去大陸 還有 做生意 都是 跟大陸有關 是吧 也都不反 對共產黨 沒什麼反感 沒什麼反感的 是最近這幾年 當然 就是 越來越反共 是 由初初反共 到後來 就頂著中國人不相信 因為實在 看得到他們 即是 有些致命性的 劣根性 是很難改的 當然 不排除 有部份人會改 但是 絕大部份來說 是無能得救 無能得救 那所以呢 就是 呃 現在 我就是 強調和你說 共產黨 雖然 當然是 抵死邪惡 但是 某程度上 這個時刻 來講 到了這一刻 我覺得反而已經是 反而是 因為他 真正操刀 將這十四一人 趕上絕路的 是共產黨 他們負責操刀 所以 到這一刻 我就反過來 好像是 就是 對共產黨 反而就沒有什麼 反而 總之他們是 是不是都 但是某程度上 他們現在 是 正在做一件好事 那 Anyway 總之 真正 將你的外匯 耗盡 講來講去 就是外匯 不用想其他事 是你看著外匯 他這樣 已經不停耗盡了 已經是 那 呃 呃 不需要再說 是吧 最後 再順便提一提 加拿大那件事 就是 蜡蜡蜡蜡 就是 有個 交易 的 創辦人 即那個 那個人 就突然間 死了 在印度死了 無緣無故死亡了 然後 還要是 兩個禮拜之前 才寫為捉給他老婆 然後 突然死亡了 死亡了 就說 只有他一個有 去蜡蜡蜡蜡蜡 那裏 變成現在所有的交易貨幣 就是 十幾億 就是拿不回來 是拿不回來 那 其實 當然很多人覺得 他是落了一架 然後炸死 是吧 那這件事 我都覺得 當然是很可能 而且 就是 都是這樣說 是吧 就是他 也都告訴你 為甚麼是這樣 因為這些東西 我一直說 他的定位是 電子版黃金 即是 沒有適應的 而且 拿了就是你的了 所以我第一 就不明白 為甚麼你們那些人 會那麼蠢蠢呢 是吧 將你那些東西 將這些東西 放在別人那裏 人家幫你儲存 那你本身已經是一個 狠狠狗 是吧 你真是說明 電子版黃金 你信得誰一個過 是吧 那些東西 不是政府保證沒有的 就有一個人出來 說 交易 就算他拿了牌 都好 總之就信不了 現在始終這件事 是沒有規管的 而且也告訴你 這件事始終 有一定的地下價值 我地下的意思 不是一定要你做犯法的事 有些只是交易 你不想讓政府知道 有些人都會用這些 所以 總之就是 譬如委內瑞拉 那些情況 他想運錢 各樣 那就有用了 所以 這件事一定是有價值的 你不要看著Google的價錢 總之這些東西 有他的地下價值 那所以 為什麼人家才要偷 搞這麼大的龍鳳 去搶 去偷去搶 是不是 你又不見人家偷你的內褲 是吧 沒有價值的 就是有價值 所以人家會值得去 挺而走險 搞這麼大的龍鳳 就是為了這樣 就是為了要用這些東西 有用 但是我重新 我第一次記住 我講這件事就是jackpot 是吧 就好像買彩券 你要中大獎 你不要預期是一個 很穩健的投資 當然是吧 你只是一個 輸了你就算了 就是買jackpot的心態 你就是 你不會預算中的機會很大的 你只是說 你中就不中 就了 這樣的心態 因為 我就不重複多講 總之我以前都拍過很多次 那我又是 總之 所有我講的東西 這些sauce 就是 有時候我真的說出來 那有時候 可能會講錯一些數字 講錯一些東西 那不要緊 總之你去回我那個 那些網站 website也好 Facebook也好 那你就看回 可以 那現在的定位更加清晰 Facebook我會多些無聊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 講一下笑 什麼東西都有 那 但是 如果你 我那個website 就全部 是business 就不會放些無聊東西 在那裡 那 anyway sauce 就在那裡 那我有什麼 講錯了少少 我就不更正了 那 最後結尾 我就想說多次 我們這一刻 真的 有借心大師一句 就是 這個局 就是 絕處逢生 物極必犯 那就是一定要等到絕處 等到最黑暗的時候 也都等於我 以前播的那首歌 常常很喜歡播那首 拉丁文的歌 也都說得很清楚了 你必須是要等到最黑暗的時候 你才會見到光明 那 就是物極必犯的爭議 那 沒有辦法的 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要大破 才有大立 所以呢 當然會困難 當然對很多人都會困難 但是我就是 如果你是基層的 其實不是差很遠 你是 爬樓梯這樣 你爬了兩步 跌下來 就是 少少而已 不會痛到哪裏 你中產 你爬了十幾級跌下來 很難痛 很難傷 所以我叫你們走 我叫盡辦法 叫你們移民 什麼東西 他們就叫你 等機會入市 那幫人的分別就是這裡 分別就是我不停叫你走 叫你補頭實力 東山再起 他就是 叫你等機會入市 是吧 樓市也好 股市也好 是吧 總之就是這樣 那 如果你是大有錢人 你還想 你爬了 一百級跌下來 你是粉身碎骨 所以呢 這個局就是這樣 現在眼前的 一步一步發生 現在的 應該都很明顯了吧 很明顯了吧 不過始終 我就是覺得都未夠明顯 因為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對一個這麼大的變化 因為可能他一生人 活了七十年 六十年 未能經歷過這個這樣的變化 是吧 所以他是不會信 他是不會信邪的 到這一刻都是未信邪 那所以呢 我還未得到一種信任 或者說 其實我們在等著什麼呢 是吧 為什麼我說的話 我的計劃 是不要開展呢 為什麼開展不到呢 在等著什麼呢 其實只不過是在等著一件事 就是信任 就是trust 就是我上次說的話 因為呢 我就是在等著一句話 等著說 你說的話 你說的話都是對的 我相信你 那也要有了這件事呢 就是 起碼我相信是要很多人 就是不是一個半個 就是要很多人 就是我要有一定的話語權 那我們這個 計劃呢 才可以開始 是吧 那如果譬如說 很簡單 就是我講講講完的 叫你移民 你不能相信 是吧 或者你只是 當 就是故事 聽一下 聽完就算 是吧 這樣 我們就做不到 我們就做不到 就是你不經歷一些事 經歷過一些事情 你是很難會取得任何信任 是吧 所以就要等事件發生 咳咳